- 鞠球啊 - 嘿咯 - 哒啦 hello大家好,今天是我們的新家開箱 然後我們還會介紹一些家居的科學 前陣子有跟大家說我最近很忙嘛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買了房子 這其實是我們的第二棟房子了 那第一棟房子我們租出去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應該會滿長的 不過不會像以前那麼紮實 就是一個比較閒聊可以輕鬆看的影片 今天沒有任何的廣告 不過有一些廠商贈送的觀光品 跟一些我自己買了覺得很不錯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馬上開始吧 那我們這個房子呢說實在話是滿衝動購物的 從我們打算要買到真的買下去 大概就不到兩個禮拜 那其實呢跟一些台灣親友的對話上 我有發現台灣人買房跟美國人買房的觀念是很不一樣的 美國因為房價偏低 但是房租偏高的關係 其實買房是很正常的東西 從買房的那一刻開始就決定要賣了 所以其實就算只住個兩三年就買房也是非常常見的 那你買的那一刻開始就要一直考慮你要怎麼改建這個房子 讓房子賣出去的時候更有價值 那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年美國的房市 今年美國在COVID疫情下面居然異常的房市超級熱 幾乎所有城市的房價都大漲 但這是市中心大跌 郊區卻大漲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COVID的關係現在大家都要WR from home 很多人需要更大的工作環境在家裡面 那也有很多人不再願意住在市中心小小的apartment裡面 跟人家共用電梯啊冷氣啊什麼的 所以今年雖然疫情嚴重很多人沒有工作 但是其實美國房市卻異常的熱 不過說實在話的呢 很多人預測明年房價會大跌 因為現在很多人沒有工作 所以其實很多人付不出房貸 那為什麼覺得明年房價跌我們還是在今年買房呢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有需求啦 就是兩個人都在家工作 之前的房子真的覺得有點太小了 那再來是反正這個房子我們自己住不虧嘛 我們可以住到它漲回來再賣啊 然後接下來是有非常多人今年買投資房 因為現在全球大印鈔 很多人認為物價通膨要來了 那在通膨要來了 股市又不是那麼穩定的情況下 很多人就會選擇比較安心穩定的投資 比方說房產啊金塊啊這一類比較抗通膨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買這種房子呢 其實也是很害怕明年跌的 因為我們現在房貸其實比三高 那從很多觀眾的留言裡面呢 好像很多人以為是因為youtuber賺很多錢才有辦法買房 這真的是完全的誤會 我們今天要買房的錢呢 主要都是靠我們正值的薪水 還有我們常進人就是我老公 炒股賺來的錢啦 這個youtuber真的賺不多 大家不如炒股真的賺得比較快 那接下來就開始帶你們看這個房子 還有一些裝修的科學吧 那我相信不管是在台灣還是美國 應該都會屬於蠻實用的 不過在這之前呢先讓我炫耀一下我們的陽台 我們買這個房子 真的主要就是為了這個陽台 你看這個陽台綠意環繞多麼的美啊 後面是一個森林 不過其實正面是很擁擠的住宅區的 在Oregon的法律之下 這片森林是不能夠開發的 那這個下面有一條小溪你們看不到啦 不過可以稍微聽到水聲 那這邊有一個水塘 不過這個湖裡面有住一隻beaver 就是水踏 大家說的那種會蓋水壩的那個動物有沒有 那個很可愛的 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看過他 不過我已經決定叫他justin justin the beaver 就住在那邊 不過我們住到這之後呢 已經看到了很多鹿跟兔子 鹿我們在那邊掛了一個鹽塊 那個叫solic 小常識是呢 其實野生的這些草食動物 都是很缺鹽的 他們需要鹽 所以你如果在那邊掛個鹽塊 他們就會過來舔那個鹽 那我們掛這個鹽塊的目的呢 是因為這邊畢竟是一個森林嘛 如果鹿常常來這邊 他就會幫我們吃一些雜草啊 樹蟲什麼的 可以讓房子更開闊 真的好不爽喔 那這個陽台的材質比較特殊 通常叫做composite 簡單講呢 他是把木屑跟塑膠混在一起 傳統的那種木頭陽台 你每年都要上有期 不然很容易就是木頭會爛掉啦 那像這種composite呢 你用個二三十年都沒有問題 完全不用維持 前五組其實花了六萬美元 蓋這個陽台 完全沒有回本 就讓我們撿到便宜 那我這邊有很多 我之前種的香草 我會慢慢的把它種到後院去 一方面呢 是這樣的香草可以長得比較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其實大部分的蚊蟲啊 還有鹿啊 老鼠內內所謂的害蟲 都會害怕這個香草的味道 那在這個陽台上 我們最喜歡在這邊喝點下午茶 這個是一個公關品啦 這個是博多西洋和果子 這真的是我現在吃過最好吃的日本名產 一點都不誇張 它有點像是那個小雞饅頭這樣 就是裡面是一個白色的豆餡 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超級香 然後有雞蛋跟蜂蜜的香味 我把這個分送給朋友呢 每個人都說 真的是沒有想到會這麼的好吃 吃過這個之後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機場賣的是小雞饅頭 而不是這個博多和果子 那搭配這個和果子 最近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大谷鐵器的水壺 在美國呢 這種比較潮的戶外 通常都喜歡附一個鐵壺 這個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日本人喜歡用鐵壺燒的水煮茶 認為這樣的茶會比較甘甜 那我主要是覺得 這個壺真的是很美有沒有 整個光光油油亮亮黑黑的 非常有禪異 配我們這個陽台呢 真的是剛剛好 那我們現在從陽台下來 繞過後院 然後從正門帶你們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價錢 其實我們買得非常的滿意 我們這次的房仲呢 非常的認真負責 也很會下價 他的資訊呢 我放在影片詳情裡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聯絡看看 現在其實有非常多 加州啊西雅圖的人 會來這邊買房子 因為Walfron Home嘛 加州跟西雅圖房子又貴 所以長期來看 我們對波特蘭的房市 還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這個房子的前屋主呢 是非常注重這種 自然環保的院子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院子裡面 幾乎都是Oregon這邊的原生種 那這樣對環保是很好 但是我們覺得 對房價不太好 其實我們覺得 他稍微賣不出去 很有可能也是因為 院子沒有整理 那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院子真的是滿大的 只是因為沒有怎麼整理 所以像他的前院啊 都是種這些很自然的花草 但是不是看起來 跟森林融為一體 根本看不出來有院子 真的需要花時間整理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看房子裡面吧 首先一入門我們有個辦公室 百費待局 對其實辦公室 一直都是我們最亂的地方 現在是還沒有整理完啦 所以看起來更亂 不過聽說呢 辦公桌越亂的人 做事效率會越好 所以就這樣了吧 然後這個廁所呢 我們把它重新粉刷了一下 看起來是不是很潮流 我覺得很多人 佈置房子的時候 都會忽略廁所 可是其實廁所 是每個客人來你家 都會用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像這樣 把它佈置得很溫馨漂亮 這樣子 那我們家車庫現在原上 是堆垃圾啦 但是呢 這個車庫的地板很特別 有這種epoxy 在台灣叫AV膠吧 在台灣呢 比較常見的是那種 鮮綠色的停車廠 其實跟這個是同一個材質的 又這種材質的車庫 可以比較防塵 比較乾淨 而且其實鋪設起來 還算蠻便宜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接下來呢 是我們花了超多心思 自己改建的客廳 這個燈其實是我們自己裝的 這個燈其實很便宜啦 大概250美金左右 那這種燈呢 其實你自己換很容易的 裡面就三條線 相同顏色的接在一起就可以 都給你容易啊 又不自己換 其實是常見人玩的 而且他其實換了一天 這個鋼管呢 是從之前的家裡面拆下來的 這種鋼管其實拆裝很容易的 你把它旋轉之後 可以把它縮短一點 然後其實為了運送的方便 可以切成兩節 所以其實是 漆帶型的很方便的 可以重新裝寫 然後這面裝飾牆呢 其實也是我們自己漆的 其實漆這個很容易 網路上有很多教學 不過我們這邊提示一些重點吧 不然很容易漆起來有點災難 首先呢你需要買像這樣的 油漆用的紙膠帶吧 這種紙膠帶很重要 把四邊這種顏色銜接的地方都先貼起來 然後盡可能的貼緊 然後接下來用這個膠帶 黏出你要的花紋或者是形狀 那你搜尋Pattern Asom Wall 其實就可以找到非常多不同的花紋了 那我們都是先網路上看一看之後 現場即興創作 這個東西你可以撕下來再貼上去 所以其實運作起來很方便的 不用擔心傷到牆壁 不過有一個訣竅呢 是你要先有你原本的牆的漆 就是你要先有跟這個顏色一樣的漆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牆原本的顏色是什麼的話呢 把這種插座拆下來 通常裡面會有一小塊多出來的牆 你可以把那塊切下來 其實這種牆就跟紙黏土一樣 裡面多出來那塊牆壁啊 你用美工刀一切就會掉下來了 油漆店可以把那塊牆呢做光學分析 所以可以幫你調出一模一樣的顏色的 這個不用擔心 那我們選擇的呢 是Sheron William的壓克力乳膠漆吧 這種漆蠻容易運作的 除非你的牆非常不平均 不然通常一層就可以了 也不用primer 也不用重新send 那你把花紋貼出來之後呢 我們會建議你先在紙膠帶上面 上一層原本的漆 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這種牆都會丟一點橘皮 其實不是非常的平整 那因為它的凹凸不平 其實你膠帶很難貼得很緊 那只要有一點點的縫隙 因為毛細線上的關係呢 它就會這個地方非常的凹凸不平 所以你貼完之後 先用原本顏色的漆 把膠帶稍微補滿 盡可能讓漆滲進膠帶的縫隙裡面 你就可以有一個比較乾淨的直線 那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專業的嘛 所以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點凸出來 這個也很容易搶救的 如果油漆還濕濕的 你用濕紙巾就可以很容易把那些沒有乾的油漆擦掉 那如果油漆已經乾掉了 有一塊那邊很難看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拿原本顏色的漆蓋在上面 用一個水彩筆或是那種很小的刷子 把那種凸出來醜醜的地方 這樣稍微蓋過去就可以了 那油漆的時候呢 不管你選用什麼樣的漆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窗戶通風 門窗通風 然後可以開個空氣清淨機這樣 這樣其實才是最安全的 想要再另外一面呢 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大自然景色 然後這是我們的客廳 那這是我們的廚房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看我的鍋子收藏 不過那個我們今天已經講過完了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的話請留言 讓我知道我們可以另外拍一集啦 應該也會拍很長 今天主要想要告訴大家的是這種中島的建材 現在台灣很多人也想要蓋中島嘛 這種中島的建材叫做Granite 應該可以說是花鋼岩吧 反正就是純粹的石頭 這種石頭最大的好處呢 是完全不怕熱 不管你有再燙的鍋子 你都可以直接這樣放上來 可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壞處 就是天然的石頭都是有縫隙的 所以那些縫隙呢 很容易滲進水份或是油份 那個一旦滲進去就沒有救了 就會留下永遠的痕跡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狀況 這種天然的食材 其實你要常常seal 就是封住啦 那在美國的話呢 就是會賣一種塑膠噴劑 裡面通常就是一些溶解的塑膠什麼的 那你把它噴上去呢 過個十幾二十分鐘 它就會密封住它的孔洞 可是等於說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要常常保養的 那在我們之前的影片裡面 常常會出現一個像是大理石花紋的中島 對不對 那個是我們之前的房子 那個其實不是大理石喔 因為真正的大理石其實是 非常害怕酸的 只要你有可樂啊 醋啊什麼打翻在上面 就會直接融出一個洞 那跟這種花鋼岩一樣呢 因為它是天然的石頭 也是有孔隙的 所以你打翻了醬油什麼的 也會有污漬在上面 所以其實現在如果你喜歡那種 很白的大理石花紋的話 通常會建議你用Cools 雖然叫做Cools 可是它其實並不是純粹的石音 它其實就是打碎的石頭 混合一些塑膠做成的人造石頭 那這種人造石頭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孔洞 所以其實細菌很難在上面生存的 所以它本身抗菌 那再來是因為沒有孔洞 所以不會有任何東西滲進去嘛 所以如果你要揉麵團啊 餅乾什麼的 直接在上面揉就可以了 本身也非常容易維持乾淨 也不用保養 不過它也是有壞處的 因為它還是有一定的比例是塑膠嘛 所以如果你放那種很熱的鍋子 上去的話 是會把它燒焦的 會留下一個焦焦的痕跡這樣子 那塑膠太陽曬久了會變色的 所以其實太陽曬久了之後 那種白色的褲子也很容易變得有點黃黃的這樣 那如果你要重新裝修家裡的這種檯面 其實通常是要連水槽一起換的 因為一開始就要把這個洞切好 所以一開始就要選水槽 選水槽呢只有一個建議 就是要選越深的越好 大概有9吋的 因為這樣你把那種大湯鍋放下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很簡單的清洗 我們家之前的水槽超大 甚至可以在裡面洗小孩 很多爸媽來都很羨慕說 這看起來好像是個洗嬰兒的屁屁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要在廚房洗嬰兒的屁屁啦 不過可能因為我沒有小孩 所以沒有辦法理解爸媽們的苦 那通常呢你也要選購一個新的洗碗機 我成立建議在台灣的大家 也要裝洗碗機 人生真的會變得很美好 有效的促進夫妻之間的感情 真的 那洗碗機的牌子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偏好 不過有一個建議就是要選安靜的 最好選50英貝以下 因為洗碗機 英貝是海賊王嗎 對要選50分貝以下的 因為呢洗碗機其實本身很吵 那通常廚房就是在你的客廳旁邊 什麼的 如果你選一個太吵的 洗碗機洗下來又要兩三個小時 真的會造成滿大的人生困擾的 50英貝 50分貝以下的呢 大概就是一個微微的水深這樣 就幾乎可以忽略 所以一定要記得選安靜的 對了 這個是我最近的新床物養 蘑菇 真的超可愛的 這個是我用一個華人專用的APP訂的 叫做WE 搬家的時候懶得出門買菜 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那二樓的第一個房間呢 是我們客房用的浴室 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很認真的 漆一個很漂亮的Pattern 就是有點Northwest這種Tribal的感覺吧 那浴室搭配的客房呢 也是像這樣有類似的圖騰 搭配外面森林的窗景 是不是真的很棒 那這個圖騰呢 其實坦白說 我們漆得不是非常的完美啦 因為我本人非常的極性子 不像我老公本人 就在那邊OCD 想要每個都對準 都不平行啊 但是要平行的話 就要用三天三夜很煩的好嗎 那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主臥室 其實坦白說 還沒有完全完工 因為IKEA因為森林大火的關係 已經連續關了一個禮拜了 空氣品質太差 一直沒有開 那這邊的圖騰呢 我們用的是一個 比較現代藝術的樹林吧 我們希望有這種 把森林帶進來的感覺 所以用的是像這樣的圖騰 那當然我們發現 這個跟我們外面的抱枕 是一樣的圖案啊 這個是我最近找到一個 很有趣的網站 叫Society6 它其實比較像是藝術家網站吧 就是藝術家們呢 會上傳他們設計的圖騰 然後這個網站呢 可以幫你印成瑜伽墊啊 踏腳墊啊 毛毯啊 抱枕什麼的居家用品 品質還可以啦 就不是特別的好 但沒有什麼錯 主要是圖案我喜歡 接下來這邊呢 是我們的浴室的重點吧 就是這個面對著森林的浴缸 但因為後面是一大片森林的關係 其實也不用裝窗簾 所以在白天的時候 泡澡真的是很奢靡的享受 看著陽光、白雲、森林 慢慢泡個熱水澡 真的是很奢侈 浴室的另外一邊呢 還有一個淋浴間 然後這邊這個是廁所 廁所的重點就是 我們很喜歡收集這些 國家公園的杯墊吧 然後把這些杯墊黏在牆壁上 是一個不錯的紀念品 用那種3M的黏膠就可以了 那種無痕黏膠即可 蠻容易的 廁所的旁邊呢 我們會經過一個walk-in closet 然後旁邊就是洗衣房 我覺得這種laundry 就在closet的旁邊呢 是最棒的設計了 收起來最方便 那再來這個烘衣機呢 是我們新買的 這個是常進人堅持要買的 最大的特色呢 是它有雙向開的門 像這樣開的時候呢 你可以從洗衣機裡面 很簡單的放進去 然後當你烘完衣服的時候 它可以從這個方向打開 所以可以很簡單的丟進籃子裡 那其實現在很多牌子都有做這樣的門 我們並沒有牌子特別的偏好 但我們有一個非常誠摯的建議 非常的重要 不要跟lows買 我之前跟home depo買洗衣機 原理上你就是一次到貨 一次全部安裝到 非常的順暢 我們這次跟lows買呢 就這兩台機器 他們deliver大概十次有吧 真的不誇張 十次 為什麼呢 第一次只來了洗衣機 第二次只來了洗衣機的水管 第三次來的 居然還是洗衣機 沒有烘衣機喔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這個烘衣機也來了 然後一切都裝好了 我們居然還是一直接到lows的電話說 他們還要再送home depo過來 再來這個房間呢 將會做為我未來的攝影棚吧這樣 我知道呢 很多人都對我的妝啊 對我的長相啊 有很多意見 都說欸怎麼今天看起來胖了 怎麼今天看起來瘦了 其實 真的幾乎都是打光 現在大家手機的修俗功能已經非常好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會拍起來漂漂亮亮的 可是錄影真的不是 錄影就是光源稍微近一點 整個人看起來就浮腫 反正我們覺得這種錄影的set out 真的是要好好研究啦 那我們之前的攝影棚非常的小 所以只要燈稍微近一點看起來 就會這個地方亮亮的 很像嬰兒肥這樣 那希望這個空間比較寬一點之後 效果可以好一點 那這個牆的圖案是不是很漂亮 我非常喜歡這個牆 那最後一個房間呢 其實我們有點不太知道怎麼運用 所以最後可能會做成一個on call 房吧 就是有可以睡的沙發床 跟一個書桌這樣子 這樣如果三星半夜被叫起來工作 可以在這個地方工作 好那我們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影片有幫助到你 喜歡的話呢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分享 給我一點鼓勵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 鍋子盤子的收藏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